據大陸媒體報導 受近期持續降雨影響 黑龍江、內蒙古、江蘇、浙江、重慶、四川等地的 21條河流發生超景以上洪水 最大超景幅度為0.01到2.75米 預計黑龍江、南江幹流將出現明顯洪水過程 另據氣象部門預報 6月21至24日 江南南部、華南大部、西南東南部 將有一次強降雨過程 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超景洪水 據網上消息 18號 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 塔河縣包括縣城、十八站鄉、新林區等多處發生洪災 多地村莊名房被淹 許多人無家可歸 在區民眾透露 上游泄洪導致災情慘重 如果淹得特別嚴重的話 都會停電 像山下都停電 逐漸地往回退 但是現在沒有那麼快 現在塔河已經開始氣紅了 但是都沒有暴 報導還說 19號上午8點左右 大興安嶺地區400餘名臨場職工 在塔河縣十八站中心苗圃 加固堤壩 但由於水勢過大 到當天下午1點左右 堤壩突然絕口 400餘人被困孤島 重慶最近也遭到暴雨襲擊 18號 石柱縣受災嚴重 網友痛批 防洪形同虛射 現場視頻顯示 河水暴漲 多個鄉鎮出現洪澇災害 樹木汽車被洪水沖走 多地道路 橋樑和房屋被沖毀 新唐人記者雄斌 黃宇寧 採訪報導